大家好 欢迎回到文昭谈古论金 这两天多伦多又降温了 所以又把毛衣拿出来穿上了 这两年就是阴阳失序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东航5735号航班坠机事件新进展 这个事因为有相当实锤的消息出来了 也给中国政府将了一军 刚刚中国民航局通过环球时报还做出了回应 咱们说一下这个事 5月17号华尔街日报爆料 又是华尔街日报 最近很多关于中国的爆料都是从他那来的 他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 因为之前东航5735号航班的两个黑匣子 都被送到了美国 由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牵头组织的团队 为破解黑匣子做技术支持 于是华尔街日报就从了解这个进程的人那里得知 至少部分数据已经破解了 其中一个黑匣子的资料显示 飞机的输入控制装置记录的有指令 是它让飞机进入垂直俯冲状态坠毁的 这个话换成白话说就是 确实是驾驶舱有人故意操作让飞机坠毁的 不是机械事故 那这个黑匣子应该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个飞行数据记录仪 那这个重磅消息出来以后就把坠机的原因大大缩窄了 局限到了当时在飞机上的132个人当中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 其中有123个是乘客嘛 剩下的9个是机组成员 如果不是正在驾驶舱里的某人操作飞机坠毁 那就是有人闯进了驾驶舱 其实这个消息也是印证了之前的谣言 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几次分析当中所说的 这个肇事者最大的嫌疑锁定在了副机长张正平身上 就算不是十拿九稳得出这个结论 那现在也是七八分稳了 那我想接下来网评员们洗地的角度 会从网波音公司身上泼脏水 就愣说是你的机械故障 转而去渲染截机这种可能性 那我想在驾驶舱以外的人 如果谁是截机犯 那个嫌疑很好找出来 因为如果有嫌疑犯冲进驾驶舱 操作飞机坠毁 他除了得伸手了得 能够迅速制服机长副机长之外 他还得懂得怎么操作飞机 他得对现代化喷气式客机那个操作装置有了解 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 那怎么都得是受过特工训练的人 他不能是一般的凶徒 那这对乘客的背景做一番调查 那很容易就找出谁有嫌疑 他高度不可能是这种情况了 说这个凶徒劫持了飞行员 迫使飞行员坠机 不管你是用刀还是用枪劫持 只可能是劫持飞行员飞往你要的目的地 咱只听说过这个 没听说过迫使飞行员自杀坠机这种事情 反正是个死 那人家还不如跟你拼了 而且如果有截机发生 机组人员从判断形势到做出决定是服从还是反抗 它得有个过程 而在中国民航局上个月所发布的 这个关于坠机初步调查的通报里面 也没有说收到过紧急呼叫 所以截机然后坠机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驾驶舱里的某个人操作坠机的 最大嫌疑就是锁定在受过不公待遇的副机长张正平身上 那对于这条重磅爆料 5月18号中国民航局通过环球时报作出回应了 就说向参与调查的美国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的人联系过了 美方的人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向媒体透露过消息 所以这个回应是个三无回应 第一无是中国这边没有明确说这条消息是谣言 只说美方那边说了 他们没和媒体透露过 至于说的内容是不是谣言 不知道它也不予置评 第二无是没有说和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哪个层级联系过 因为来中国美方的调查组一共有7个人 黑匣子拿到美国去 还有参与数据提取工作的实验室人员 这也是知情人员 还有知情的美国政府的行政人员 那请问你是和美国哪个层级的人联系过呢 民航局的回应里也没说 第三无就是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人自己没有出来否认 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都还没有看到 所以环球时报这条不是辟谣的辟谣 严格的说它就是给墙内人看的 是内宣的需要 至于在墙外 华尔街日报这篇放风一出来 应该说大多数人对于空难的原因就达成供迟了 中国政府的尴尬之处在于 你迟早都得对原因有所交代 他现在又不想承认 他就不好说 这个人为原因坠机就是谣言了 免得到时候被打脸 所以他只能说 美方告诉我们 他们并没有对媒体放风 至于具体原因是啥呢 还得根据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们日后来公布 拖到一年以后再说吧 反正现在我是不予评价的 那关于东航5735号航班空难原因调查的进展 最新状况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时候披露空难的原因呢 去给北京将了一军 时机来的确实不太一般 我们能够推测到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美国对中方的信息披露不满意 让美国的飞机制造商背负嫌疑蒙受了损失 中国这边的网络舆论呢 是明里暗里的鼓励去怀疑美国这边飞机质量有啥问题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走漏消息的人确实很可能是参与调查的飞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这边的人 因为和他有最密切的利益关系 但这事儿达到的实际效果确实是让中共跌进了自己的陷阱 因为一开始他是辟谣了这个嫌疑锁定在副驾驶张正平身上这个事儿 那现在这个所谓的谣言又实锤了 人人都会追问 那为什么张正平会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啊 他经历了什么呢 那这就让中国民航体系那些阴暗龌龊的部分都得被翻出来晒一晒了 中共一贯掩盖消息 突然间谣言的一部分被证实了 它就会让谣言的其他部分的可信度变得大大增加 比如今年四月份的网川谣言里面说 在空难刚刚发生20分钟以后 东航内部的公安系统就已经锁定了张正平 突袭了他曾经入住过的酒店 还找到了一份遗书 遗书里面呢就抱怨啊 他一直在工作当中怎么样被排挤 被穿小鞋 在他原来工作的云南航空和东方航空合并以后 他怎么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而且呢还投资恒大爆了雷 几十年的储蓄归零 又吐槽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等啊 这些衍生的故事情节也会变得很真实 其实这也是中共自个儿做出来的事 当它万事都要掩盖屁过的谣 作为事实回到人们视野中以后 那所有相关联的谣言都会卷土重来 都同时获得了可信度 这是典型自个儿把自个儿坑了的案例 那我们注意到了啊 最近关于中国的许多重大爆料 频频通过华尔街日报来完成 从三月份朱镕基等一批元老 对习近平打破任期制不满 到上个星期李克强走出阴影 再夺回权力 再到爆料东航空难的事故原因 锁定在了人为因素 不停的爆料给习近平当局难堪 就让人感到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 是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有目的的运作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 得跳出阴谋论来看这个事啊 确实东航空难 你从更广泛的社会范围看啊 它是许许多多灾难的预兆 最近还有一起航空事故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 5月12号 西藏航空的一架客机在重庆起飞的时候 突然偏出了跑道 它飞机就倾斜了 发动机就摩擦到了地面起火 索性的是乘客和机组人员及时逃生 没有人死亡 是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但飞机给毁了 航空业的海恩法则说的是 每发生一起严重的航空事故 背后都有29起轻微事故 300起未随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 那大家看看从3月份到5月中旬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中国发生了两起严重的航空事故 你要说起来就跟害的积温似的 其中有一起呢 因为没有人员死亡 所以受到的关注比较低 就是西藏航空这起事故 但是另外一起就很严重 造成了击毁人员 一百多人遇难 那就说明问题了 一件事情重复发生 就说明了中国的航空业出了大问题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动态清零 它拖累中国整体进入萧条 它会让中国许多既有的阶层矛盾 变得很尖锐 就是在年景好的时候 整体上蛋糕在做大 尽管分配不均 有人分的少一些 但是想一想 比起自己头两年的收入还有增加 所以哪怕受到不公平对待 还想得过去 但是在蛋糕变小的情况下 有权力的人就要优先保障 自己这一份不变小 就会损不足来补有余 让弱势的人群 原先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那个生活状况更加急速的倒退 这在每个行业 每个领域都有体现 哪怕是外人看起来生活的很光鲜的 收入应该在各行业里面 排名靠前的航空业也有同样的问题 而且受到防疫冲击最大的还就是它 在衣食住行这几大基本需求里面 受到封城断行影响最大的 就是跟行沾边的行业 因为人群都静置下来 不能出行 不能流动了 所以防疫一开始 航空业整体就进入萧条 就处于挣扎求生的状态了 那像云南航空和东航合并以后 原先处于弱势的原来云南航空公司的人员 那么被牺牲的状况就更加突出了 像张正平这样的老云南航空公司的员工 是老师傅级别的人物 看着自己的徒孙辈 收入职位都比自己高 还更加安全稳定 那你说它能不来气吗 同样的在航空公司内部 这个直击岗位的差距 这种阶层矛盾 也会随着萧条变得更加突出 上个月就有原东航的工作人员 给我提供材料 说一线维修的员工们 士气非常低落 远气很大 这都会直接影响到 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和品质 刚刚发生的这个西藏航空的事故 因为没有重大人员伤亡 所以大家关注度可能低一些 但是你稍微去查一些材料 了解一下事故的背景 不出意外 它也关系到 西藏航空公司内部的阶层矛盾 也和这事有关 因为这个西藏航空的最大股东 是四川的一个地产商 近年从西南航空 挖去不少管理人员和飞行员 所以你看在西藏航空内部 也存在着老人和新人待遇上的矛盾 而且墙内有媒体调查发现 航空业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 负债率普遍上升 这是为了在防疫期间维持航线 不关张 所以要借更多的钱 挣扎求生的表现 国航的负债率上升最快 2021年一年 它负债就上升了12.49% 所以航空公司们 普遍有增加飞行班次 挣钱还债的压力 那么相应在安全开支 人员开支上就有压缩的倾向 这是这两起航空事故的业内背景 除了业内背景之外 还有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了 就是被防疫秒杀的行业 除了航空 另外一个很突出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汽车销售了 你说买房这事儿啊 疫情期间大伙看着房价跌了 或者是贷款利率低了 还有可能去买 可是买车子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从你提车开出4S店那一刻起 车子这玩意儿就在贬值 封城期间呢 你还不能上街 那谁还买新车呢 封城期间 当然那个车商也是关店的 麻烦之处还在于 车商还不能转到线上销售 你说在网上啊 看几张图片买房子的有 不试驾不去亲身 试驾就买车的啊 我就没听说过 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都没听说过 也许有 但是极少 因为不管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 买主都要去亲身体验一下车况 上路开一开试试才会买 所以这个封城期间 汽车销售行业被秒杀 那就是太不奇怪了 四月份上海新车销售 创下了史无前例的零记录 真的是一辆新车都没卖出去 真的是清零 比啥清零都来得快 汽车销售商业绩清零 直接带来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资金周转有困难 因为这个店里的库存 得销售出去 所以呢 这个效果传导到汽车制造商那里 还得有一段时间 不过接下来 新车出厂的数量肯定会减少 整个汽车产业链受到防疫的重创 那是肯定的 衣食住行四项基本需求里面 跟行沾边的 是先受到沉重打击的 那么销条肯定是带来影响在方方面面 那是不是说经济萧条以后马上就会民不聊生 就会天灾人祸了呢 也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这和你整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准进步有关 你像萧条给社会带来的打击 对于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条件 它就是不一样的 西方国家萧条带来的打击 首先还不是萧条期间的死亡率上升了 而是人口出生的减少 从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 其实美国的死亡率还是下降的 大萧条之前1928年 美国的年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二点几 到1933年呢 其实是降到了千分之十出头 而英国的人口数字呢 大萧条之前的1928年 年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点九 1933年是略微上升到了千分之十二点五 变化也不大 那这是一个比较令人费解的现象 因为按照中国人的理解 那是一萧条就应该是民不聊生了 就应该恶票遍野了 是吧 那为什么在这个西方国家大萧条期间 没有出现人口死亡的大幅度攀升呢 最新的研究结果是 那是因为当时人们的头号健康杀手 是心血管疾病 萧条造成了香烟销售大幅度暴跌 就降低了心血管病的发病率 还有分析认为 那是因为政府扩大了对底层的救济 在萧条那几年 食物救济的范围超过了新增的 需要从政府那里领食物的人口 加拿大在大萧条最高峰时期 有五分之一的人是要从政府那里领食物救济的 由于这个基础救济的普及 反而降低了死亡率 20世纪前期的两大潮流 一个是选举权的普及 另外一个是劳工运动的发展 让劳动阶层有更强的力量 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这是民主能当饭吃的又一个例子 所以说呢 萧条造成多大的破坏 是和你社会整体文明所达到的层次有关的 中国就不是这个情况了 1949年以后 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死亡率 要去查准确的数字是不太有的 我能查到的数字是 从1959年到1961年 确实大饥荒期间 中国的死亡人数有大幅度攀升 最显著的就出现在1960年 全国人口减少了300多万 这一年呢 全国死亡的总人数 接近1700万 所以中国在萧条期间 发生大批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那是很可能的 那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没有跟上 政府不在这个社会福利体系投入资源 还有呢 就是医疗体系 它不能和经济增长同步发展 经济总量虽然增长了 可是医疗体系多年来 它总是在一个底部区间运行 总是摇摇晃晃要破防的样子 一旦破防就会是他方式的后果 因为你社会各方面那个问题却在积累 由于城市化更多人口集中在城市 让这个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空间上更加不均匀了 所以这个经济增长快的那几年呢 大伙光顾着傻乐和数钱去了 岁月静好去了 没有关注到这些问题 那一旦萧条发生的话 就会让这些社会既有的矛盾和短板呢 它暴露的特别明显 也让原有的阶层矛盾变得特别有破坏性 报复社会这种事情就会频繁出现 你如果只从几个人死于新冠去算这个疫情的损失 去衡量这个清零成本的话 那确实太幼稚了 那这是我们从东航空难说起 谈到了航空业的萧条衍生出来的话题 报复社会是萧条激化了原有阶层矛盾的结果 那事儿赶事儿的 东航空难可能只是一系列类似灾难的第一个 今天的时事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 明天星期四在会员网站上 我们来聊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波折 现在伊隆·马斯克是集中在推特有多少假账户 这个事儿上发难 迫使推特当前的管理层 要不然你就公开这个推特假账户的真实数字 要不然呢你就动真格的去清理假账户 他才收购 那这对清理舆论环境呢 应该说是有利的事儿啊 我最近这段时间越发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品质的自由啊 它首先是来自于健康的习俗 那我就发现当前有许多问题 是恶劣的风俗制造出来的 它还不直接的就是制度问题 当然中国的制度有问题啊 但是我们两边分开来说嘛 比如中医粉和中医黑的 互黑互撕 还有一部分人强烈的仇恨传统 另外一部分人是强烈的反对西化 两边也是互撕互黑 它是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形成的风气 这和言论平台的规则设置有关 它影响到了参与者以何种方式表达意见 微博微信这些墙内的社交媒体 咱就不说了啊 咱就说墙外的推特的规则 它就是不保护楼主的 同时给水军和假账户留有很宽的空间 这可能是和推特管理层的某些人有关 比如李某飞啊 让这个推特呢 就有利于成为假新闻的集散地 和水军网评员的乐园 所以推特呢 也就是墙外中文圈里面最下座恶臭的垃圾场 它就毒化了广场言论空间 它就造成了一个人们相互敌视 和无底线攻击的恶劣习俗 这个玩意儿一旦形成习惯 不管你是主张放任不管式的言论自由 还是主张有限制约束都很为难 不管是美国的国父 还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先贤们 都有这样一个很现实的认知 就是你不能够抽象的谈制度 你想当然的以为定个什么规矩 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保障 不是这样的 都得从民情习俗出发 你必须触及到这个层面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明天呢 咱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聊聊推特 这个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 还有伊隆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在文昭谈谷论金这个频道 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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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